食物快照继续霸占社交媒体 而全世界的餐馆正在做学习笔记 吃饭一直是一项社交活动 而现在它变成了社交媒体活动 想要从中赚钱的厨师和企业 正在设计创造独特的餐点 让客人们分享到网上 比如曼谷最近出现的潮人区相当火爆 他们在菜单上特别推出了昆虫菜肴 阿姆斯特丹的一家休闲餐厅 也以牛油果为核心 设计了一系列适合拍照的菜单 这个想法来源于Instagram 两名荷兰男人从各种关于牛油果和食物造型的 Instagram账号看到了一个机会 这些账号相当受欢迎 所以他们想到如果开一家餐厅 提供和网上一样好看的食物 而且吃起来很美味 那么一定可以成功 格林斯莱德说 参观三月份开张之前 他们就在Instagram上 收集了三万六千名关注者 这种趋势也给艺术家们带来灵感 在乌克兰出现了一幅 由回乡制作的唐纳德·川普的头像 在伦敦 一些知名的画作被用巧克力再次创作出来 巧克力就像颜料一样 比如说它不会断裂 不会断开 过冷过热或过于潮湿都不是问题 谈到巧克力 比利时的这家工厂 用3D打印机制作可以实用的迷你雕塑 3D巧克力打印对于巧克力和糕点师来说 是一种新工具 帮助他们创造新形式和新东西 更好地表达他们的创造力 他们希望可以将创意融入面团中 总之在数字时代 你的食物只会和网上看到的一样漂亮 美国之音记者奥尼 华盛顿报道